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憑什麼漲 另外一部分我在今天裡面要探討的 應該就是在最近裡面 之前的股價大跌 引起到整個台灣的電動車相關的概念個股 沒有很好的一個走勢 但是電動車這個產業到底是不是 未來科技產業的重大的趨勢 因為在這一次1月5號到1月8號 在Las Vegas整個一個所謂的CES展 我們可以發覺到 參展的電動車 參展的無人車 參展的AI無人自駕的部分 跟元宇宙是最熱鬧滾滾的 其他大概就是一些電視的OLED 他這個一個參展 所以我們等一下裡面會從這個角度 然後配合到一些目前上面的 一些產業的一個未來的一個看法上面 來給大家做分析 其實台北股市在今天的大漲 曾經最高漲到14357點 我們就有跟大家講過 你自己要很清楚的明白 在今年的就例年就是在1月份 在今年的就例年 它基本上天數就是很長 會造就出來工作天數很少 請問工作天數很少 營收會好嗎 不管台灣 不管中國大陸 營收一定是不好的 可是問題就來自於你的股價 到底有沒有充分的一些的反應 如果觀眾朋友你還有記得的話 還有記得 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講過說 美國費辦有一家公司 叫做美光 他不是只有講台灣 如果以台灣的季度而言 就是2023年的第一季 爛透了會虧損 他第二季更爛 他要到下半年裡面才會好 可是我就跟他講說 在美光這樣子講的過程中 台灣跟美光最相關的 就是2408的南亞科 我就說他在利空的時候 他頂多把它打到這裡 連之前的低點都沒有破 連之前的低點都沒有破 如果你沒有發現到這個現象 結果昨天的美光大漲 你今天再來追他嗎 我講的意思就是說 昨天裡面費辦的股票 一些個股的大漲 他都是用利空造就出來股價的低點 而產生的反彈 不管美光 不管是AMD 就是超微 不管是NVIDIA 會拿的部分 他都是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要站在長期投資的一個價值 一個主身段要展開之前 他一定兩個訊號 你現在不要再跟我講 今年上半年的業績好不好 今年上半年我跟大家講過 連台積電都不好 你需要看到今天花15塊錢買報紙 看到報紙上面那樣講嗎 如果你這樣子的話 你跟9成會在股市裡面輸錢的人 甚至8成我們不要講9成 7成到8成會輸錢的人 有什麼不同 我就跟大家講說 現在裡面你會去講好的 很少 我也跟大家講過 如果台積電不是因為 2022年的去年的基期這麼高 造就出來2023年會衰退 他股價怎麼可能讓你買到300多塊 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他到11月份營收還在創歷史新高 不是嗎 所以股價它是非常有效率 在反應半年後的事情 所以整個一個台積電 從2022年的1月份 就見到最高的一路修正 現在就來看看 他的第一季衰退15%上下 對不對 然後第二季再衰退 大概各位數字一成 8%到10%左右 股價跌不跌 因為台積電已經在12月份 對投資人的展望會議上面 他Promise 就算他現在裡面的衰退 未來年複合成長率 每一年仍然會15%到20% 也就是說你今年裡面的台積電 你在2023年的衰退 他2024年之後會補回來嗎 因為喊過5年的年複合成長率 是從什麼時候喊 2021年 所以未來就會補回來 為什麼不要 我說這個是長線的投資 的一個價值 我跟大家講說 你自己要很清楚 如果你是做短線 你要往飛電移動 因為飛電它佔資金的流向比裡面 它是比較高的 可是你要操作在飛電 一定要記住 我說不一定要向上衝 有時候你要懂得向下衝 因為當飛電的族群 它佔成交比重5成以上 最高6成 一定告訴你說 飛電 它會進入到大震盪的一個階段 我在這12月26號都預告給大家聽了 所以我也跟大家講過 有些的制藥個股 我不再講的原因就是如此 另外一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就說現在裡面的台北股市 它短線上面我一直提醒大家 日KD低檔交叉向上 所以你要偏多性的一個操作 但是上檔上面 你要尊重月均線的反壓 對不對 請問你在今天裡面的一個 月均線的一個反壓 今天的高點 月線是在14384 今天的高點是14357很接近 所以你這個時間點 因為你過度的去做追高的動作 因為有就例年有長假的效應 再加上這一次的就例年 剛好什麼 台積電的法說 跟美國的超級財報州 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之中 大力光也好 台積電也好 營收衰退 這還有你說 還有我說 這很正常 蘋果第一劑就是淡劑 對不對 那整個一個庫存調整 以歐美來看的話就是第一劑 以往裡面第一劑要不是淡劑 只有一種情況 就是譬如說iPhone 它賣得比預期來的好 所以它有在12月份 1月份會再一次的拉單 不然的話一定就是淡劑 所以現在你大家在講 這些基本面的一個利空的時候 你回頭去想想看 這個是在2022年 蘇方在3月份 6月份 就提醒大家 無論從資金面 它的抽水的一個區塊 會造成通貨膨脹裡面的問題 消費力道的一個減弱 股市資金的流失 這早就在之前跟大家講 那個時候大家不信 大家在去年的1月我在講的時候 沒有人相信 可是現在大家都在講不好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說 你要有個鋼鐵性 這鋼鐵性就是在很多的個股 在面對利空的時候 你要有鋼鐵性 大家殺下去 買上來的一個勇氣 你有沒有發覺到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在很多的個股上面 在最近你大概都可以賺錢 看你要不要賣而已 你賺錢要不要賣而已的問題 如果大家都不看好 可以讓很多的個股 我說的是電子個股 都可以漲個一層 漲個兩層 為什麼你要這麼悲觀 如果再下來不是給你機會嗎 因為這個是黎明前的黑暗 而不是漫漫長夜的開始 因為股市永遠是有效率的 你現在看到的上半年的利空 股價早就在反映 就像台積電一樣 如果不是在今年的上半年不好 它憑什麼點到300多塊 它憑什麼點到450塊以下 這就是你應該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所以任憑你外資點點點指指點點 我告訴你 他也不敢把他的目標價降得很低 因為跌下來他們還是要買 所以你自己要很清楚的了解到 有些的利空是外資 要把你手上的籌碼拿過去的 有些的利多是整個一個大股東 要把籌碼倒給你的 你自己要去區分清楚 所以我就說過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上檔你要尊重月均線的反壓 在1月中旬之前 也就是就例年 之前你都應該這樣子做 因為你不這樣子做的話 你很多的個股長價的效應 不管是檯面下的代操 不管是個人的思維 因為有很多的變數 所以股價拉高 有賺錢大家就跑 所以就可以發現到一日一主流 今日的強股未必代表明日的強股 今日的落股搞不好明天就轉強 所以你要用長線的思維 哪些的個股你在2023年 哪些的產業你在2023年看好 你去做一些的買進 所以重個股而輕指數 是現在目前的一個重點 如果電子個股的資金流向比回到6成 是傳經電良性的互動 可是如果電子資金比重裡面 就是在6成下 就是在5成下 就是在4成下 那很抱歉 現在的一個狀況不會改變 非電就是會震盪 而且強股的續航力會不足 這是你自己去做一些流應的部分 13000到14000 我個人認為就是打底的階段 很多人都看得很空 但是我個人認為就是打底的一個階段 不然的話你告訴我 都已經明白告訴所有美國分析師的美光 昨天憑什麼大漲 因為中美貿易戰 美國不讓他賣東西到中國大陸 而造成營收的大幅的衰退的NVIDIA 憑什麼反彈 這就是跟大家講說 你要很清楚明白我們台灣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法人就很奇怪 你知道美國 你只要能夠戰勝當地分析師的一個預期 就可以了 我們台灣就很喜歡去操作 營收的成長性 當然現在電子股裡面 營收的成長性多 可以成長不多 可是你要回頭去想 現在這些很多的非電 他就算跟電子個股今年的獲利 去相比今年的電子是獲利衰退的 他們的本益比 都比電子個股高非常多 我就跟大家講說 你今年就算很差了 台積電給你估到30塊32塊 450塊錢也只有15倍的本益比 然後中鋼第四季 去年第四季可能虧錢 現在從今年2023年起 不會再虧錢 報價去做質問 也不過就賺1塊錢 30倍的本益比 他獲利最壞的情況過去了 一個15倍的本益比 獲利衰退的情況才要開始 那你怎麼比 哪一個比較有價值 你自己要很清楚 那在這種過程之中裡面來講的話 我就跟他講 1萬3 1萬4 我就跟他講 不管是從黃金切割率 不管是從巴菲特的缺口理論 中百去算出來 大概就1萬3到1萬4 是一個打底的一個階段 那你來看看 我就跟大家講說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來講話 你 我也跟大家講 低級就是不行 工作天數就是很少 就是摔斷 可是是不是就是用一個利空 去買股票的一個好時機 我也跟大家講說 你自己回頭去看看 3661的事情 如果不是當時候的創意跌停版 這一天 創意的跌停版 我怎麼能夠買到730幾 740幾的世心 沒人那時候會去講世心的 世心之前是最弱的一檔細緻台 那我就跟他講 2022年先抗創意 而且在12月中旬之後 我就說2020年都快結束了 你幹嘛去追高所謂的創意 但是創意有很差嗎 創意沒有很差 只是你資金在有效性的運用 我說因為創意 在2021年它的EPS是10塊多 對不對 然後到了去年 它變成27塊28塊 跟世心一樣 它的成長幅度當然大於世心 因為世心算是從前年的21塊 到去年的27 28 可是到了今年 整個創意是32的33 應該說32到34可能會好一點 世心它是在40塊錢上下 成長性又回到了所謂的世心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之前世心你要賺這樣子 這樣隨便一段時間 大概5個營業日一週 你可能要花很久的時間 可是它短短這5天 它就漲了100多塊 跟你這一塊的過程中 我說那是你要不要賣而已 你的問題只是你的獲利 要不要去做了解 因為你今天的一個高點 第一個很接近900 第二個就是這邊的套牢區 很多人套牢那麼久了 當然會想賣很正常 你賺了你有碰到就是想賣 也很正常 問題是你如果沒有低檔去買 你哪來有沒有賣 這樣的問題要產生呢 你只有說還要不要買的問題 要不要去放空的一個問題 我就跟他講說 如果你用一個少數贏家的角度 你現在的感覺會大不同 因為你只是看你要賺多少 要不要賣而已 不是只有這樣子 趨動IG我也在這個節目裡面 講很久了 你現在才看得到 像4961的天譽 我在當時候是80幾塊錢 就跟大家談 4961的天譽 我說過這一次我再進去 已經是第三次的介入 第三次的介入 在當時候的一個天譽 我也跟大家講 你到今天最高已經到131.5 80幾塊 90幾塊 100多塊 到今天的131.5 你來看看這些個股上面來講 共同特色都是什麼 10月份見低點 10月份見低點 但是有一個族群 在今天裡面來講話 它不是10月份見低點 它是6月7月見低點 在10月份台北股市來到 12000多點的時候 它居然沒有去做破底 在最近裡面來講 特斯拉的股價暴跌 曾經最多跌到六七成 但是電動車的未來 真的是靠特斯拉嗎 大家想想看我的問題 等一下會回答給大家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裡面來講話 鼠方提醒所有的觀眾朋友 跟投資朋友 我就說在這一次裡面來講話 本來我們就是要利用什麼 主身段要展開之前 第一個利空的鈍化 利空出來的時候 逢低不舉的時機點 第二個再來要求的是極丹的效應 最後就是什麼景氣的回升 所以你現在擔心第一季工作天數很少 那是90%以上的人都知道 那你覺得呢 你覺得會破底嗎 而且那個Morgan Stanley 每一次在發個股利空的時候 都是他買最多 那你為什麼要把你口袋的錢 白白掏給這些的外資呢 所以這個時間點我個人認為 我的看法沒有改變過 去年我保守 今年我樂觀而且積極 我說過2023年 我認為還有一個主身段的行情 主身段的一個漲幅 他不會出給出身段的 那你何樂而不為 所以2023年你要揚眉吐氣 而且掌握住主身段展開之前 逢低不舉的時間點 那鼠方會感恩與你相伴 歲末軟心專案倒數計時之中 這個專案即將要close掉了 結束掉 你跟著我 你的會期3月份才起算 但是你現在跟著我 可以事先去做一些的操作 你的會期還沒有起算之前 其實很多的個股 你已經可以跟著屬方 去做賺錢的動作 而且已經開始揚眉吐氣了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裡面來講的話 要跟著屬方一起去操作 長線上面波段的佈局的 主身段十幾點的 開始之前的佈局 那你就趁著廣告時間點 好好把握 這個揚眉吐氣的專案 現在已經快要結束了 你要跟上屬方全新的操作 而會期從3月份才起算的觀眾朋友 趁著廣告時間點打電話進來 你好 歡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實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是很多時候 你可以重新檢視產業的一個好時機 整個一個電動車的概念個股 因為特斯拉的神話的破滅 馬斯克本身作為它是有問題的 在這種過程中 因為特斯拉的股價 它從雲端墜落下去 跌了6成到7成 造成台灣的汽車概念個股裡面 配合到中國 之前是不是鎖國跟封城 它的需求就會不正 那在這時間點裡面來講 又配合到電動車的電池的孽價 電池是用孽 大漲 都造成整個電動車的需求上面來講 沒有當時候那麼好 而造成需求的一個區塊 可是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2030年到2040年 很多的國家是不是規定 你就是只能開電動車 你就是不能夠使用燃油車 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它會去推動 慢慢隨著時間越接近2030年 那個需求上面它會越大的 就像我們現在裡面 我們開的是燃油車 可是再換車的時候 一定會去考慮電動車 當然這裡面充電裝 你的佈局上面要比較好 否則大家開車 長途車 都會擔心充電裝不夠 當然就會造成電動車的需求不夠 可是你在今天裡面來講的話 電子時報 它寫了一篇的一個文章 我個人是很認同 我就跟大家講過 在產業的趨勢 產業的趨勢 各國的政策的推動 不是只有節能 不是只有綠能 電動車也是一個很大的區塊 所以在2023年的確你要看 2023年全球的半導體市場的規模 會年減4.1%跟3.6% 真的是年減 沒有錯 可是有81%的半導體產業高層認為 自家的2023年營收會成長 而且其中裡面來講話 以車用半導體的市場 會越為推動整體市場的主要的動力 成為主流 而且在這一次裡面他說 像地緣政治引起的半導體的問題 譬如說我們台積電 莫名其妙一定要到美國去設廠 不然美國爸爸說的算 我們能怎樣 然後你這些外資才來指指點點 笑死人對不對 另外一個我們的一個兄弟 變成說整個一個 我們台灣的出口轉運國 就是大陸回第一大國 他就莫名其妙 鎖國跟封城對不對 現在他沒有鎖國跟封城 沒有錯疫情會比較亂 所以會不會過去 會過去 以前最亂的不就英國嗎 不就歐洲嗎 結果過去了沒有 過去了嘛 所以地緣政治的風險 也至少解除了一個 叫中國大陸鎖國跟封城 造成供應鏈的斷鏈 這個是沒有了 俄羅斯跟烏克蘭的問題 我就問大家 油價呢 油價還很高嗎 油價根本沒有很高了 所以在這時間點裡面來講的話 我個人認為在這裡 你要記住 2023年的車用半導體的領域 會首次的超過什麼 物聯網 物聯網要居為首位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個人認為 以特斯拉 他未必未來是電動車裡面 銷售量最大的 未必 可是未來裡面來講 歐美的汽車 不管或是日本的汽車 在這種過程之中裡面 他的電動車的交易量 都會衝出來 當然特斯拉也會衝出來 其實特斯拉他的營收幣 沒有衰退 他是沒有達到 當地分析師的預期 不就是這樣嗎 中國大陸的鎖國跟封城 跟歐美 都要規定特斯拉去做設廠 好了 這樣的過程中 你就可以發覺到 我說國劇 我巴不得 他能夠再跌 你自己去看 國劇 他是不是就是 有一個感測元件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坦值電容 股價這麼強 我說我巴不得利空來 很可惜 都沒有來 股價就很高 今天已經到480幾了 另外一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發覺到 其他的一個部分裡面來講的話 還有很多跟電有關係的 他就稱之為整流二集體 在之前比較強的是膨塵 因為他營收比較好 而且大家可能有點誤會說 他營收要再創新高 我就跟大家講說還有什麼 整流二集體裡面的個股 都可以留意 248億的強貌是第四季 有賣什麼 貌系 你有沒有發覺到 5425的台辦 他雖然第一季 今年第一季是淡季 但是他的股價在10月份 所有的大盤都破底的時候 台辦是沒有破底的 因為他的車用跟公控的一個部分 大概未來他可以佔有多少 他佔有到7成 所以去年大概6塊多 今年大概7塊8塊 這個都可以留意的 整個一個強貌的部分裡面來講 就是5塊6塊 去年大概6塊 今年大概5塊6塊都有這個 雖然他們的本益比都不高 你自己可以去做留意 也就是說電動車它是有個進程的 演進的一個過程 先從油電混合 再到所謂的電動車 所以整流二集體的部分裡面 假設你車用的佔比越高 你將來是越厲害的 所以在這裡面來講的話 你自己去做留意 不然國際這麼強的原因是在哪裡 另外一部分你再去看看 我跟大家講說 在當時的這一天 我就跟他講說 郭明奇先生套稱蘋果最強分析 就偏偏要說 郁金光跟大力光被砍20%的價格 可是你去買 當時候最低價332340幾 到今天的最高360幾 有沒有一層 也是一層以上 我說那個問題都是在於 你要不要獲利了結 所以你轉一個思想 轉一個鏈頭 你的一個感受 你會大不同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鼠方提醒大家 稅末軟薪的專案 已經正式的倒數計時 我們已經在為2023年的主身段 去做好的準備 而這個做好的準備 最好的準備 就是在第一季 就是在第一季 所以你要跟上我們的一個操作 在1月在2月的時候 你的會期從3月份再起算 先跟著鼠方在盤中的操作 讓你自己有機會 會在2023年揚眉土器的觀眾朋友 趁著廣告時間點 打電話進來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再次推薦